公事包准备走回服务处 但议员没发现后头早有黑头车埋伏在巷口 发现目标出现扼煞收吃棍棒 快不跟上冲上前就是 一阵暴打 根本来不及反应对方就朝他的腿部猛回报 手上杂物被打到散落一地 相逃又被轿车堵住去路 范贤不肯罢手 金抓着球棒持续朝金中玉攻击 即使他已经无力反抗 在一镜花丛中仍旧不罢休 直到目击骑士围观 他们才驾车离开 事发现场就离新北市议员 金周玉的服务处不远一看就知道 根本冲着他来的 水果散落满地 残余都还来不及处理议员 全身试伤紧急送往医院治疗 你那个人你没人说他没人 没人说他没人 我看他比较致重 他没人说 服务处不愿多做回应 附近住户协助报警 好在人并无大碍 右手肘右脚轻微擦措伤 经过医院评估不需要动手术 只是这位议员似乎争议平传 无故造欧也不是头一招 曾因为突击检举游泳池 业者被教训 如今殴打事件再添一桩 警方寻现逮到涉案的三名犯嫌 双方到底存在着什么恩恩怨怨 光天化日之下持棍棒殴打 犯案车辆也丝毫不遮掩 教训意味浓厚 似乎隐藏引擎 解释因宗香林 新北市报道